属心自在 生财门路还不少 就算一时辛苦 也必定换来下半年的富贵日子 过了五一节后 属狗人可谓最不缺钱花 生肖马 属马人今年的财运 必得开于四正财位之正南 激活向旺盛的夏季 所以在这个夏天 属马人的财运是一等一的好 横财遍地走 贵人来鼎立 从五一节过后 属马人就开始连连走好运 官运和财运都有显著进步 大富大贵之中还是名利双收 事业场上多有新机遇 把握住了就不愁赚不到大钱 生活更是如鱼得水 有家人相伴 整个下半年都人面桃花 富得留有 生肖猴 属猴人与夏天的五行活友 深刻缘分 到了五一节后今生财水 意在不乏外财 属猴人本就是聪明伶俐人 五月刚到就能得赏识 开大运 不但工作上如鱼得水 外财也是层层叠叠 中奖手气 前所未有的好 眼界更广阔 生财更丰足 属猴人可以通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抓住财运 大富大贵下半年 日子风生水起 从此不再缺钱 生肖鼠 属鼠人的财运 源于天贵星的加持 而五一节后天贵星 再一次入库才博供 属鼠人今年的付出 和辛劳总能修成正果 不但赚得多 更一分钱也落不掉 生意厂上贫现贵客好客 钱财总是赚不完 而属鼠人能更多的遇见 鼎力相助的贵人 发财不光 嘴上说 更能实实在在的变成现实 和贵人通力协作 富贵有余后半年 生肖马 属马的人 在过去今年的运势一直不错 而在未来三年里 他们将会持续好运态势 得吉星驾临才博供 不仅能积累更多的财富 而且事业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 鼠马的人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就算遇到再大困难 他们也不轻言气 这样的人 钱财不找上门才怪呢 生肖鼠 鼠鼠的人非常聪明 他们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智慧 来获取财富 而且他们善于交际 广泛的交友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致富的机会 在未来的三年中 鼠鼠人会遇到自己的福星贵人 帮助他们在事业上更上一个台阶 因得偏财兴闪耀 未来适合进行投资制产 凭借他们敏锐的眼光 一定可以找到致富的方法 到时候赚钱赚的羡煞旁人 生肖羊 生肖羊为人脚踏实地 工作能力不足 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基层做起 他们天生智慧 懂得把握机遇 为人处事进退的仪的他们 在未来三年里 财运党也挡不住 同时领导也更加器重 有望平不清云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生肖羊 鼠舌的人在未来的三年内 赚钱发财的事情常常会有 可以说在财运受到了佛祖的庇佑 经常能受到身边人的关照 借助自身的能力和聪明的头脑 只要身边有赚钱 额机会一定不会被他们错过 未来三年定是财运最好的时候 生肖龙 鼠龙人在未来三年内运势暴涨 财运爆棚 诸事顺遂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逢凶化吉 事业发展欣息向弱 外事大吉 生意也会在家中长辈指点下 求财顺利 轻松赚大钱 多财多福多富贵 不是天才天丁 就是天福天富贵 生肖虎 鼠虎的人 未来十五天可以得到极大吉兴的加持 欲是红红火火 势不可当 只要有坚定的心态 朝着梦想不断努力 注定硕果累累 便为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财博不缺 生肖马 鼠马的人 未来十五天将会红运当头 如果可以坚持自己擅长的领悟 外家努力拼搏 一定可以取得不俗的成就 财员滚滚进家门 钱财花也花不完 生肖虎 鼠猪的人 在未来十五天里 能得到极星的庇佑 运势方面不断上涨 注定大吉大利 特别是财运方面进入了巅峰期 只要专注于事业当中 一定取得丰厚的成果 赚得盆满钵满 从此过上富裕的生活 农历初二 十二出生的人 农历初二 十二出生的人生来就是好命之人 注定不普通 是做大事之人 即便自身条件很优异 但这两天出生的人还是很刻苦 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很有志气 他们的性格也十分温柔 待人很客气 所以朋友很多 未来三年里 这两天出生的人是夜将如日中天 取得大的进展 财运也一路飙升 富裕有加 农历初五 十五出生的人 农历初五 十五出生的人 为人豁达 看起来没有任何心机 可是他们却非常精明 很有上进心 不甘于过平淡的生活 所以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做事脚踏实地的他们 在未来三年里 红运当头 如果可以坚持自己擅长的领悟 外加努力拼搏 一定可以取得不俗的成就 裁员滚滚进家门 钱财花也花不完 农历十九 二十九出生的人 农历十九 二十九出生的人 温柔和慎 平易近人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他们不会刻意地去追求功名利路 用平常心去面对一切 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这两天出生的人 能够迎来的极佳的运势 事业当中事半功倍 采运水涨船高 出色的表现 可以得到领导的器重和青睐 有晋升的机会 前途不可限量 裁员广进 农历二世 三世出生的人 农历二世 三世出生的人 仗义豪爽 为人豁达 从来不喜欢斤斤计较 他们是天生的强者 争强好胜 不愿意落后于别人 未来三年里 这两天出生的人 可以得到极大吉性的加持 越是红红火火 势不可达 只要有坚定的心态 朝着梦想不断努力 注定瘦果累累 便为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财博不缺 生肖马 属马的人 在未来七天里 可谓是红运当头 富贵迎门 因为在大势至菩萨保佑下 属马人除了事业方面扶摇之上 大红大字 财运也进入了顶峰期 注定能瘦果累累 富贵多金 生肖虎 属虎的人 未来七天 因为有虚空藏菩萨加持 必能信心倍增 精力充沛 好运气 更是势不可达 平不清云 原本制定的目标 会变成现实 事事顺遂心意 最终事业有成 财博不缺 成就辉煌人生 生肖虎 属虎的人 在未来七天里 因为有大日如来佛保佑 财运将一路飙升 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成功吸引了一大笔顾客 钱财滚滚而来 仅仅十五天 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四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对于接下来的时间 有怎样的打算呢 不过 在周全的计划 也需要有好的运势作为帮助 这样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下面说的这些生肖的人 四月份才多福啊 注定好运连连 财路打开 一起来看看是谁吧 一 生肖羊 进入四月份后 属羊人红运当头 也未有两大吉星比佑 所以一切事情顺风顺水 大吉大利 他们的表现贵被同事称赞 还会获得领导的肯定 拥有晋升的机会 另外 偏财运无比亨通 进行投资理财是不错的想法 只要可以考虑周祥 多加思考 注定赚得盆满钵满 一改从前平淡的生活 二 生肖蛇 属蛇人在四月份运势得到了提升 各方面的运势大放一财 万事如意 工作当中事半功倍 做事的效率特别高 而且还能收获很多成果 积累丰富的经验 除此之外 谋财的道路被无限拓展 财员滚滚进家门 有正财进家门的同时 偏财遍地 把握机会就能发家致富 从此远离贫穷 三 生肖猴 四月份对于属猴人来说 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月 不仅是夜运即将 工作当中如鱼得水 没有波折和阻碍 而且财路大开 轻而易举赚大钱 在社交场合当中 会遇到对自己发展有利的贵人 前途不可限量 这个月是属蛇人最好的投资时计 眼光独到 选定的项目肯定会一小伯大 把丰厚的利润带回家 富贵难打 生肖猴 属猴的朋友